那還有一種情形呢 我們會遇到就是 可能影片操作可以 但是聲音不OK 尤其是你在自己錄製教材 給同學看的時候 有可能這段我講得不好 可是我的操作是OK的 或者顛倒過來 好像有聽過配音員 對不對 這段同學操作得不錯 可是我來負責講解 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老師把工作分開來 同學呢負責操作畫面 我來負責講解 我就看畫面講話就好 這樣也可以 所以如果萬一這段不OK我把它刪掉 有沒有 或者你想要先保留也可以 你叫他怎麼樣 眼睛關起來 他也有靜音的功能 在這邊 點一下有沒有靜音 這樣也有 那我先 我這段我先把它拿掉 假設我想要重新 重新再來 我就時間走我就點到這邊 看你要從哪裡開始錄 對不對 時間走就點到那邊 好 你看喔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交度字旁白 看到了齁 對 現在我覺得這一段 不是很OK 所以我重新再錄一次 你看這裡 我們看一下 沒有錄到聲音 為什麼齁 因為我現在錄影的那個聲音在 錄影 我的那個睡覺 麥克風正在被我使用中 所以會看不到 但是你們的如果有 應該是可以 這樣你了解意思齁 那你就可以針對 我這一段錄好 我這邊才要再講話 然後我在這邊再繼續錄 這是我錄的第二段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一次完成嘛 對不對 你可以分段錄啊 反正他就是到這邊就沒有聲音啊 就是這邊然後就看操作 然後就錄聲音操作 這樣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那既然講到這個 我們順便提一下 如果您的簡報的內容 你想要把它叫進來 也可以怎麼樣 從這裡 灌燈片來自哪裡 有沒有 你可以開空白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 如果您可能是來自簡報的 有沒有 就從這邊直接進來就好 但是要注意一下齁 如果您簡報裡面 有那種就是動畫 還是就是有一些 那個 就是淡路淡出 就比較屬於不是一眼就看到的那一種 因為他進來之後會變得像圖片一樣 只會抓第一個畫面 所以您必須要先把那些先移除 不然會變成說進來挖 就只有看到那個空白的 或是這種標題 這個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叫進來 再搭配您的聲音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樣就可以 在我們的這個編輯上 就比較方便一點了 那另外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提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就是有錄影 跟什麼 聲音的部分 那如果您還有搭配什麼 圖片可不可以 也可以 甚至像我們剛剛這一段 有沒有不一定影片要這麼大 沒有啊 你可以縮小啊 你可以搭配其他的內容啊 比如說我想 同學給你看這一段 但是這一段呢 我不用放大到最大 我可能在這邊 我再另外補充我其他的內容 看這一段的時候 請注意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我們把它插入圖片 這樣也OK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喔 謝謝 謝謝 謝謝